《新村》这两个字 对这时代的人而言意味着什么呢 这一次的新村之后 我们从我的家乡出发 然后珍江新村是我非常熟悉的一个地方 但是对我来说又有点陌生 可能是因为这一次 发现珍江新村进步得很快 所以你看到现在的改变 都有什么样的感受 我看到就很开心 进步了很多 跟以前不同的 我们也是想他们变回城市 发展起来好 大家都可以享受 在新旧交融的珍江新村里 许多传统行业也因无新人继承 而渐渐走向西洋行业 现在来讲我跟我弟弟 像我堂哥他们 总之我们可以做的 可以创造的 尽量去做 因为我们相信可能将来已经没有了 现在的年轻人不可以勉强的 他爽就做 不爽 我都不要理他 以前我爸爸讲我的时候我都不爽 现在我不要讲儿子这么多了 总之他们乖就好了 看 如果再问我儿子 如果他想不要做 我就全部工夫交给人家做这样的 不要失传一样 当然 这个好吃的东西 还有自己亲手研发出来的东西 当然是不可以失传 我也希望你继续做下去 然后我又可以回来吃 可以 好 好 在巨大的时光洪流里 任何事物都会历经无数变动 然而有些独特文化 却能随着这条洪流传承而下 有三代的醒师团就在这里 对不对 第四代了 第四代了 没有想到这个醒师团 也可以传承这么多代 因为一大半来一起很好玩 我们大家都是兄弟 姐妹 亲戚朋友 一起居然很开心 我们不但只是传承 我们也是在炫耀着 心善的这些照片 《新春之后》第二季 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 八度空间 温情播出 你也可以下载DontonApp收看